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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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 有FIREN有FEELS 晋男單身日記 Hello 我是哈比 還有拍檔Wing 還有他的相公Vilton 當然啦 因為還有很多話題未說完 上一集說到 妥協 男女妥協很精彩 要不你妥協 要不我便妥協 你妥協我就不妥協 上一集 誰未說妥協 很精彩的 跟女朋友吵架 她大過你 一定會控制 不是她的 再之前 再之前沒有其他朋友 大那個其實也不是說拍很久 差不多 半年左右 那些不算了吧 對她的21年來講 都算是一個長時間 現在拍到Range 很棒 因為大家相處 大家知道 大家可能有哪些 可能她真的想結婚 那我真的做不到的時候 那就要離開 其實她跟你拍 應該不會想著跟你結婚 說真的 不會結婚主義 開頭就會是 但是慢慢覺得 她又覺得自己的年齡開始大的時候 她又會想其他事情 半年就想不到 她是想結婚 因為你而結婚 你們是激情 應該都很密集 那怎麼說呢 真的 紅了面齋 對 紅了面齋 不是 她又她的 要 需求的始終都 你放棄 我放棄 生活者 OK 生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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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之前跟一些小的女生 你拍拖的時候 是否都大過你的 那不是小過的 都小過你的 那有罵過交的 有 一定有 那怎麼處理呢 就是 就是要大家看看 誰 誰看看 垢低頭先 就是誰 通常呢 通常都是我的 是啊 通常都難受尋的 因為通常都不想再 很麻煩 因為吵架 又吵架 起碼想想 可能 你吵架 又說要收拾東西 走 都麻煩的 會講手的嗎 那就不會 一定不會 年輕人很喜歡講手 我的朋友可能有 但我一定會 為什麼 那些男生 有些男生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一些男士 會出手 也有的 出手 講手 講手你都不會 那不行就行了 我想 我想 信心代會多一點吧 因為他們的成績環境 會比較 會比較 自己 因為讀孩子 讀女 會比較自我一點 可能他不覺得 可能不是 你媽 那些 不是 我聽過那個女生 聽過那個女生說 她男朋友在錄影院 我們就是上一集 就說 有個女生親身 現在的女生是有點變態 就是 喜歡被別人的 避虐那些 YES 有避虐的感覺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但我就不行 你覺得很重視你 所以才會動你 我覺得 女生就 是女打 那些是女的一種遊戲 對 不要不要 這個 對 繼續說 對 不會打架的 一定不會打架 最多被女生打 可以罵多久 可以罵多久 你口才好一點 還是她口才好一點 通常都有她 因為我們不能罵很久 她口才好好的 很快 我就低頭說 Sorry 我錯了 很快我自己不出聲 你都沒有反應 說不到了 對於武祥說 儘量把那件事 馬上冷淡了 就裝沒事 你不是說 我錯了 對不起 你說這個位置 我想說 我發覺 年輕人很喜歡在街上吵架 那我不會在街上吵架 你試過 很噁心 我看過很多 很噁心 我不再做 我沒有試過 我一定不是在街上吵架 在街上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有的 我罵她 在街上罵她 叫她跪在那裏 扯你那些人 我只是說兩句 太噁心不會說 因為自己剃走別人 不斷吵架 或者出手 覺得很噁心 自己都不會做 在街上不會出手 什麼啊 那個港女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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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很多 很多啊 通常都是 不是啊 現在男多 以前女多 男做什麼 在街上罵女朋友 打啊 周巴啊 有啊 這些我會出手 你不會出手 你會出手 我會出手 你做什麼 那就是關你什麼事 是啊 你打女人就關我事 他又不是你誰 跟你什麼事 誰知道最後那個女人罵他 我會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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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的 最後呢 港女打過男生 那個就是 那個兒子說 你不要理我 我是這樣 然後是這樣 對不起 有些人這樣 如果一個男生 是喜歡這樣受弱 我就不會理 男人就不會打女人 女人打男人 因為男人的責任本來 應該是保護女生 你沒有理由傷害他 回頭 是對的 天性應該要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我在街上 看到男人動手打女人 我是會出聲出手的 出聲出手 有沒有出手 他出手阻止 我先出聲 我先出聲 如果那個男生 轉向發我脾氣 那反而是好事 那你不會打女人 你還是用我 誰知道他女朋友罵你 是啊 你還沒罵我女朋友 說這個問題 真的沒辦法 但有時候都救不到他們幾次 有時候會想這些 我眼見一次就救一次 你真的見過他街上打嗎 有 真的沒有 有 真的兜巴鐵下去 是想出拳的 然後 通常那些人是圍觀不出聲 我是忍不住 我就會出聲 那一出聲就一呼百應 會不會是旺角那些話劇那些 不是 是屋邨那些 有 屋邨那些 是屋邨那些 是 你吵架沒問題 你吵到擦天都沒問題 你沒有動手 我很討厭人 很討厭男人動手 打女人 怎樣不對也好 都不應該動手 是 有時候控制不到 控制不到也不應該 為什麼控制不到我 不是 你自己在那裡扯火 你要懂得按下自己 你打自己 你打牆 就是這樣 你無緣無故跳起床 放在那裡扯火 頭到地上 好像頭空翻 這樣 是呀 報警 你控制不到嗎 你控制不到 你就自己做一些事情去 我覺得就算你說 打一套牆 也不應該 因為其實這些事情 會嚇到女生 嚇到女生 因為我也有個 如果你寧願嚇到女生 你寧願不嚇到女生 你也要動她嗎 因為我身邊 我也認識一個男朋友 就是這樣 她不是打一個女生 但她會打牆 用六八刀來嚇 然後又說 駕駛電單車 撞飄 但女生是嚇到暈了 你要先 那女生是坐在她後面嗎 不是後面的 不是後面的 她嚇到這個女生 我覺得她心理上 是受創傷的 就是因為這個男生 做這些事情 所以 所以 我也明白 一定會害怕 所以說 連這一步也不需要 即是 你連她去發洩打牆 這些事情都不好 否則你又會嚇到她 如果我是朋友 我聽到她 那你快點去離開這個男人 你怎知道她 會不會有一天 對 不打牆 打她的時候 對 她可以過的 你怎知道她 做了第一次就是第二次 對 可能中了一天就會動手 不是 反正是 是不會的 就算我扯火 可能 不停了 然後我就領著身走 最多是 最多是走 對 我以前經常用這招 對 因為我覺得 都解決不了問題 繼續吵下去 所以我覺得 對不順的時候 我當然自己走開一旁 但其實這樣也很壞 現在想起來 其實是壞 女生很慘 對不起 我現在沒有做很久了 至少說 總之有些問題 我回家才會再說 打電視 忍不住 忍不住 都會先說 對不起 我忍不住 我想先離開一會 真的會搞你 我覺得不會 你還很冷靜 去到那些問題 對不起 在性格 就算你怎樣吵 都沒有用 你都知道 解決不了這件事 如果還要繼續扯火 可能大家 再出言 因為言語 你真的攻擊人 可能是最深的事 如果你再說 傷害到人的事 那大家可能 真的完全無法收保 那個關係 無保於事 可能那個時間 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可能知道自己 快想著忍不住 要爆了 要說一段嘴 去說女生的時候 我不如說 對不起 我受不了 我先離開 你真的在離開之前 會說對不起 我先離開這個字 會 但是說完這句之後 那女生通常有事 你不追問你 你什麼事 你不要走 如果是的時候 我真的不想再傷害到這段關係 我珍惜這段關係 我才不想吵 你讓我休息一會 我平心靜氣之後 才跟你說 跟你說這些 如果她再不接受 就 就真是唯有 真的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我真的走了 我真的對不起 我不相信你 因為你現在還是單身 我覺得你這句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合理的 現在不會是單身 我相信這樣處處理是好 會好的 你的方法是好 你的對手 相當普遍都未必可以接受到 你這樣說她對不起走了 不是 但一定要先說 就算不說你還是走了 其實很難接受 其實很難接受 不是 反而不是 你不要說了 就閃了 還說什麼對不起 其實你不會覺得自己有錯 我會覺得走了去 就有點 其實不應該走了去的 不如我們先停這個話題 先說 先停了 完全停了 你又很理想主義 你又很理想主義 就是停了就不說什麼 沒有前發生 暫時先吞了 你過後平心症再拿出來說 因為她都不肯冷靜的時候 就算你想多冷靜 但女方會搶著你繼續去說 什麼不說 你一定要解決她 不一定是女孩子的 我覺得有時候男孩子 有很多這些經驗 不是我自己 我相信 她不是這樣 我自己都會很想繼續去叫下去 但是去到那個時刻 我們先停一停 不要出聲 不要出聲 是會真的搶到 我跟她說 我怕影響了那段感情 因為那段感情是重要的 你那時候都不會聽你說這些 我過往的都會聽 我每個人都會聽 因為我很serious地跟她說 我真的再說下去會怕影響感情 我待會再跟你聽這件事 你吃得住她 可能這方面吃不住 對 她說其他方面吃不住 所以又被人搶走了 沒錯 你剛才在咪口 知道你也有很厲害的經歷 有些朋友 很厲害 有些朋友 你的朋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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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我也說 我想聽聽你們這麼經歷 這麼厲害的 各位朋友的經歷 各位朋友的經歷 其實不太厲害 聽聽的那些都是其中冰山角 哈哈哈哈 你太過分了 那你先說出來吧 你先說冰山角給我聽 之後才拍到山 即是說 剛才聽說兩個人相處 例如發火的時候會怎樣做 大家的事 我其實說回 我算是一個 以前 真是一個火爆的人 是 即是我 遇到小小事 很快很容易很大聲 說普不平 或者你錯 食肚 那 因為我都 譬如說 我就這樣拿我之前 兩個女朋友的 compare 也都很不同 譬如之前的女朋友 她的相處手法就是 譬如你吵架 她就說不要發脾氣 她就會哄你的 總之所有事情 她就不出聲 那我用這種方法 像你說的 你不斷吵 但別人不斷 calm down 她都不跟你吵 你也不會吵 也不是的 以她有些很特別的方法 就是這樣 對 這個 我不要吵 我對上那個女朋友 譬如我吵 她知道如果是她做錯事 她會用一些方法 例如是些什麼 很好笑的 譬如 臨睡前 不能吵架 吵到那個人 心情已經很猛 上班 可能只是剛剛被做 已經睡得不夠 兩個人沒有睡 很吵 她呢 脫洗衣 抱著你 去那邊 對 抱著你 抱著你 你 很絕 這一下 你說一下你還可以做什麼 你真的 算了 算了 你都無所謂 算了 你都 你會覺得很好笑 整件事 對 這個是一個方法 其實我講個個案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聽到 你可以想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這個方法 用這個方法 有創意的方法 如果我發脾氣 我老公脫了 身上 對啊 你想想 你為什麼想 快點夾貴手指 你是不是撞邪 對啊 其實很多人 不是 很多人不願意走去這步 我研究過 原來有一個人 想多一點 把整件事 其實會變成另一件事 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就是另一件事 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說你真的想不到 對 通常都是 你生氣 我會更生氣 大家繼續在那裡鬥 對 通常是在鬥為主 對 但你這樣聽完之後 我想所有人 聽眾都會覺得 對 我真的不要笑 所有人都 又錯誤了 不是 他真的肯去 所謂的書尊降貴 他會覺得 你叫他今晚做什麼 對 你不要吵 你想想笑 你是不是會笑 你都FLOE不同 我意思是 我今天的身材不合 我來 我來 有什麼時候 我來 你先 很可憐 我覺得 不合在這一部分 但你不合都好 你整個氣氛已經不同 對 轉了氣氛 大家已經笑了 對 重吵什麼教姐都不吵 對 專心吃宵夜 不要發生 還要去吃宵夜 即場吃宵夜 大家知道 演藝 對 對 但其實你拍拖這麼久 會不會有些什麼 想一些東西去哄對方 有些什麼甜蜜的東西 哪有 沒有 沒有 他沒有 有 他應該是藝術家 那些 不不不不 誰都不藝術家 我會 我會 我很喜歡做一些手作仔的東西 即是 我會自己 會砸砸砸砸砸 會自己弄張椅 弄張台 弄個架 那些 我會弄一些手作仔的東西 送給女生 嗯 會不會砸木 砸木 不會 換燈膽 那你會知道 現在新一代那些 他太容易了 他換燈膽 對 就這樣 他還沒選一個燈膽 他還沒選一個燈膽 他還沒選一個扶手 都是這樣 他不是拿著扶手吧 他是碰著頂 不是 你拿著扶手就跟換燈膽一樣 當然 對 還沒對手就倒閣 換了 因為你弄手作仔 其實真的 除了要有心思 其實我覺得 有很多買花 買花是無論如何補 也要女生喜歡這個東西 不是每個女生都喜歡這個東西 但不是的 我覺得做手作仔 真的很嚴重 一個男人 那倒不是的 不是 很甜蜜的 是呀 我覺得嚴重的事情是 OK 你今天做 一年後 兩年後 三年後 這肯定是製創意 本身是很難創 是的 因為本身這個是我的興趣 我自己平時 我不是哄他 你三個陸婆你都會弄的 我真的會搭桌子 整個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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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工作室裡 我會弄這些東西 那我也會 對 如果大時大節 我會弄一個裝置 譬如是一個很浪漫的燈會閃光 我不是去買一個現正的 我會弄一盞燈 給我驚喜 好 張開眼 一聲 全都在工作室裡 全都在工作室裡 我會弄這些東西 你拿不走的 但你會有一個時刻 是這樣的 就是哄女生的方法 哄女生的方法 哄女生的方法 也挺巧 哄女生就不會 女朋友就不會 太花心思 因為我見過一群情侶 我有一年跟她們過生日 那一個男生就送東西給女生 拿出來是一塊不知什麼東西 一塊好像綠麗的東西 好像Ka 很肉酸 然後是什麼來的 原來Ka 你打開它 裡面有些其他東西 就是那個主角在裡面 我覺得很心思 但OK了 第二年 沒有 因為她想不到 你明白嗎 那個落差很大 其實我覺得 所以我經常覺得 想這些東西好像很好 但是 我怕無以為計 所以我就 其實我個人 挺怕 和人慶祝 要想的 我也是 真的很怕 但女生就是很喜歡 所以你千萬不要在大事大節 去拆掉這個頭 要不然你就 收以為計 不是 我又不覺得是這樣 我是說一個個個案 就是 你又隨三 不是 我是一個以前小時候 譬如7、8年前 我是一個很喜歡 我覺得對女生要浪漫 那 逢真大事大事 例如我 求其說一個 我對之前女朋友 我就會 預約雙人巴士 然後叫她 譬如說幾點鐘 因為只是預約一次 然後就預備 拿花 然後扔上去 叫她接著那些 我是會拍戲 還沒進去 知道嗎 她那天真的很好笑 我明明 我叫她過來 我已經特意叫了一個人 叫她提醒 她遲到 趁巴士 趁巴士就這樣過了 我怎麼辦 沒有 再鬥我 真的很好笑 再鬥我 再鬥兩千 你坐在這裡比我們還要做什麼 有的 純粹說 你想的東西 但我當時 我會經常送很多 例如你所說的 她都說 多謝 很開心 但是也沒有一次 就是 有什麼好呢 我想再想一下 她平時喜歡什麼 我記得這幾個月 她曾經提過什麼 我記得 我買了十樣禮物給她 五過一千元 十樣 但那一刻她哭了 她覺得很感動 你送這麼多貴的東西 她都不拿 她說 她震了她第一次哭 就是 我沒想到你都記得我講的東西 她不知為何很感動 她哭了一整晚都收不到聲 就是這樣 有的 那你就明白了 究竟是不是 所謂你開頭大了 跟你 跟你是不是 用心去做一件事 給你 是呀 你要用心去做 但是 我說說 不要開大了頭 你一大時大節 就會 要想一些東西 要送一些東西給她 那你就真的要每一次 你要強迫你 去每一次 情人節也要做 中秋也要做 聖誕也要做 下三年人節 下三年人節 他每次都要做一次而已 然後第二天就去另一個了 沒問題的 我永遠不會 對之前女頭做過的事情 我不會重複的 我不會重複的 但這個我不重複的 但你對手不同 你想一下就容易很多 那你送東西給別人 你送一些東西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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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 你自己介入了給一個大十四 你自己是這樣的 我以前也做很多 但是你明白嗎 有幾十年人 做得多 你就慢慢發覺 其實你現在想和一個人來 我都知道心思很大 但閉在 因為我們做 就不是想今年做很開心 我想慘了 我做這個 明年後年 到處宣傳 其實是很困難的 到處宣傳 所以我很幸運 我娶老婆 她是不重視這些事情 我知道 我真的覺得很慘 之前幾個女朋友是半排的 因為我是絕對沒有記性的 真的不記得 我應該說 別人不做 我是覺得舒服的 因為我不會記得做 那我寧願大家 不用回禮 那你一開始 大家都不要 舒服 不要慶祝一點 其實我覺得你不用慶祝的 有時候她吃一頓飯 我們都不肯不慶祝 然後她突然有一年 帶我去吃飯 生日 超開心 對 好過你 對 一開始你們不要做這件事 突然去做這件事 就是她那年跟我們吃飯 之後第二年沒有 我就覺得很失落 那你就有期望了 所以我覺得 不用特地去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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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開心 那天 不要特地為何一個節日慶祝 對 好像很悶 但其實 年輕人是要做這些事情 是要的 你豐富自己的回憶 小時候真的會 還有很多女生都喜歡想要這件事 經常不做的 對 因為香港多數女生都是 公主病 我前幾年都有跟她做的 對 都是要先做的 對 香港多數女生都要吃飯 都應該要的 對 所以收幾個飯 真的太平常 但我覺得一兩年後 大家應該共識為伯鑑菇 對 對 因為那些錢是煮錢 對 大家都辛苦 大家都辛苦 對 但怎樣好 都要先做了 做了先 你們兩個再熟了 才慢慢妥協 妥協 不要選太多東西 對 或者會不會這樣想 不要把她做的事情 當是一個節日才做 你可以平時做的 平時做 例如今天星期五 但是沒有什麼的 不是什麼節日 要驚喜 純粹我覺得買集花會比較便宜 可能是百多元 你不是說什麼 而是可以平時做 你想買給她 不是的 我會跟她說 很便宜 那些花價便宜 我先買一張 我照樣子會這樣跟她說 很直接 但我真的想送給你 她會罵你 為什麼買一張包包 不給我這麼貴 不便宜 百多元 她又舒服 平時買回來很便宜 對 沒錯 但你又覺得 不貴 平時也做 但她吃餐好的 你不用一定是節日才做 五倍價錢 節日那些是雙舖 很開心 節日就回家煮飯 是呀 是呀 情人節就不可以出街 情人節就在家裡就算了 而且不要接女朋友收工 為甚麼呢 情人節接女朋友收工 你的同事全部都收 帶了一桌一桌 一桌一桌一桌 一桌一桌一桌 其實是很肉酸的 是的 你不鬆 有女長是什麼人來的 其實也不是的 但是送花 她其實未必想要 她本來不想要 但回到公司 每個都收 她沒有就 你明白嗎 感覺真的很難受 我也明白 未去到很難受 但是會有些東西 你會拿出來的 所以我明白 譬如之前 如果女朋友 那天整天上班 我無論怎樣都好 我一定會送花 我知道 我只是顧及她喝了 我明知道她是開心的 但她不是想你浪費錢的 但男生來說就要做 其實我覺得 當作給個面子給個女生 要投一下Facebook 如果她沒什麼都做 很懶惰 現在是 Facebook 全部都是花 對 我都沒有 好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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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拖拍 明白 明白 因為我是不會種花 你不一定是種花 你試一下 我覺得是細心處 我寧願種花給你 我寧願種花給你 OK 你要做一年 但是那件事 上班的時候 是一定要看到的 是旁邊的人看到 是旁邊的人看到 不是我看到 其實不是給他看到 是給別人看到 就是你種花要很大 你種花不要自己給他看 然後還要找一個人看 你送花 你種花不大不要緊 一定要很多蚊 咬到全同事 全公司同事都是蚊 大家知道你有花收 為什麼這麼多蚊 是我的花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 拍拖不是給別人看 但是在這個社會 跟紅頂白 是啊 他很想知道自己的女朋友 不是 男朋友對他有多好 他想給別人知道 很想show sweet 給別人看 我也是吃自己 哈哈哈 我們有些說服他 不過這個是社會的菜 不是不是 社會的菜 但你不跟這個社會 就生存不到 又不是 又不是 但是就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 都沒有所謂 一年 一年 人類的體驗 是的 但是差一點 其實沒有回家 我就覺得沒有問題 你不回家 我就沒有 是啊 現在四個在這裡 我問阿聰先 其實你喜歡的愛情 理想的愛 戀愛的生活 是怎樣的 跟女朋友相處是怎樣的 方式 怎樣相處 其實 真是 真是 你的思想 說話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這個是最難的 是 是 要磨合 要遷就 我覺得絕對需要 其實大家不同的層 很多時候 沒有說誰高低的 沒有說誰高低的 他是 他是 不知道 他做空姐 其實根本不關事 或者他做生意 根本不關事 可能你其實 不是說那麼容易 或是全方位去 合照 那我就會 我就會說 如果大家做的工作 的範疇 是這麼 距離這麼遠 那麼 就要互相去 體諒對方 就是 譬如我知道 他做空姐也好 做生意也好 原來他 很忙的 很忙 很沒時間去 什麼的 那就盡量給他多些 空間 不要 一放工就要 扯他 但是 這個是說容易 到發生在你身上 其實是很難接受的事 例如 你說 譬如你的女方 是很忙的 你 就知道他很忙 可能你找少一點他 或者知道他不找你 是因為 其實因為我本身也很忙 是 所以跟我的個案一樣 會不會更奇怪 其實很難跟你拍拖 你又很忙 你忙一會就不找他 可能你忙一會就他 不是 不是不找 你也找不到 是啊 他又忙的 我又忙著的時候 那大家 怎麼會有空間去 那不是拍拖 不是 但是我是那些 我正在做事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去disturb 你可以有電話 你可以有訊息 但你不要期望 我會馬上回覆 你很怕那些 WhatsApp文化 你一發給我 就要馬上回覆你 我是不會的 我是會扔下電話 其實你覺不覺得你很自我心心 我是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人 是能夠 你來進入我的世界 你把我拉出去 趁這個時間 馬上蒸回我身上 其實不用 其實不用 我一個人都可以 真心一個人都可以 因為我知道 你兩個人 我太過難搞 我太難搞 那你就改一下自己 有時候有什麼 我有 有拍拖的時候 我會嘗試 我會嘗試學習對方好的東西 誰知道 可能到最後 有其他原因 而分開 這樣 要找到一個 認識他生氣的時候 脫衣 笨笨 那些人 那些人 每個人都是你 他作為拱橋 要遇對一個 可以令你改變的人 一定要 不是 我不想 我一個人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自己 要改變 我好遷就人 不是 但我覺得你這樣 也是很難搞的 你也有些問題 我覺得 絕對有 絕對 絕對 你自己也覺得 因為我太知道 我太清楚 我自己要些什麼 我一定要是這樣的 然後你又說 我一個人都可以 不是吧 你不斷自己一個人 一輩子 不知道的 那一定有些妥協 才可以維繫到 如果你長期不妥協的話 其實 我不是不妥協的 等一下 我不會搞到我 那你 譬如有一段 跟一個人相識 相識了 我覺得你不錯 我也感覺到他不錯 這個還沒開始 這一段 這一段時間 其實某程度上 已經是妥協的 那些事情 我相信 普遍人 三色朋友 或者是一個儀性 你跟他 聊天 你都覺得他OK 對不對 如果你跟他一見面 已經不OK 你基本上不會跟他 有機會發展 所以其實 你跟一個人 就是面目可憎 那些 基本上 你跟一個人都覺得 一開始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覺得 這個人都OK 因為不OK 你見不到 人們不會看 絕對 但是通常 兩個OK人 會慢慢 大家發現 大家的OK 因為人是很喜歡 找人的缺點 很少人會喜歡 找人的優點 不知為甚麼 因為耐了之後 不停地找人 怎麼知道 這件不好 那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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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放屁 不會去看他 欣賞他的優點 耐了就不會 明明 剛剛認識他 有些人長得很漂亮 很高 然後又說 你長得那麼高 怎麼鬼呀 有什麼什麼 然後你這麼漂亮 令人經常看著你 令我沒有自信心 你會將他的優點扭轉 人不耐了就 其實男人又很漂亮 都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發覺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 對你來說更加嚴重 你經常說自己 其實我覺得我這樣說 很難跟別人相處 我不如自己一個 我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人 其實 我覺得人是應該找個盤的 人家找個盤是很正常的 因為人其實 世間大 人家是很寂寞的 沒有那個盤 最少一個盤 有些人做很多個盤 我想這樣說 因為我自己 這一行 我自己做表演 尤其是做舞台劇 我不是只是演戲 有時候要教學生 有時候要入學校做事 我做得太多一些假的事 我戴太多面具 我很想我自己做回自己 我工作的時候 我每天十個小時工作 我要去教學生 我會說 怎樣怎樣怎樣 這個不是假的 就是我演戲 我演的角色是假的 不是最真的那個 未必是假的 這樣嚇到這些小朋友 不是假的 不過那個不是我自己 那個是一個角色 那個不是我自己 那我何時才能做到我自己 就是我工作以外的時間 但其實 譬如我現在是一個爸爸 我也是一個老公 我也是一個角色 是呀 其實角色是這個 我是心甘情願 去將自己做這個角色 是呀 那你後來不會想 我做一個男朋友的角色 其實未必是要別人走 我沒有想不想的 我其實沒有想不想的 只不過我希望 我會覺得這個世界 太容易磨了那些靈角 那為什麼要被人磨了這些靈角呢 如果可以的時候 我仍然有這個意識的時候 我想 是會戒傷人的 是會戒傷人的 我明白 所以說這個世界 經常都說 為什麼你性格決定命運 你每個性格決定 你遇到不同的人 譬如說我和你同一件事 我做同一件事 你的出發點就是 每天就帶著假的面具去教 我想做自己 對 但我其實想法是怎樣呢 我會這樣 我很喜歡演戲 我每天可以演出不同的角色 感受不同的世界 那我出來 我又可以令我更多的經歷 去面對不同的人 其實我的事件是一樣 但我出發點的想法 是走不同的路 你怕不怕我想跟他們說什麼 所以說 因為性格不同 你們兩個陰陽 不不不 性格不同 所以她是一個很藝術家 她是藝術家的人 她是藝術家 她是藝術家 我認識一些人 例如黃宗賢 阿Grad 阿Grad 也有點像她 我覺得她也是一個很藝術家的人 理念是這樣 也是這樣的人 所以你是對藝術的追求 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人 對這些人 所以她對愛情都會很完美 一肚 不如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問問他們怎樣追女生 因為我們也很想知道 他們怎樣追到女生 不是女生追她們嗎 也會有的 是怎樣追她們 現在的年代不同 我們稍後再見 拜拜